那我剛剛說我們這個報紙最特別的是 我覺得也最彰顯一些 我們最開始講PoloFurry那個概念的是 我們有非常大量的讀者通訊 那我現在沒有在通訊 現在也比較少了啦 我們有一萬八千多封信 信不是Email 不是Facebook的簡訊 是實體的信 那這兩三年因為大家手機越來越好 實體性的確變少 可是這個量還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信 不知道這邊有沒有那麼多 我們那個兩排鐵 這是其中一排 另外一排鐵櫃 本來是放照片 報車都很多那種成長照片 現在都不要了 現在都因為都數位化了 所以就留給我放心 兩排鐵櫃放完了 現在我們用紙箱堆 一直堆 那 我們也掃描起來 就是怕有一天淹水淹掉 那我覺得這些事情 是非常非常珍貴的信 這個是他們用母語寫出來的信聲 那 這不是要大家看內容是什麼 其實我也看不太懂 給大家看是他的彩集 而且他 stays the beginning of theatic 你是越南 rôle 還算是越南類 然後他用日曆詩 很多這種類似 也沒有 用定歷 不是定歷 因為他寄給我們 我覺得1開始做這個稻集 收到這些信 我就覺得非常非常的感動 我做四方報之前在立報從記者做到副總編之一 大概將近十年吧 大概就是收過兩三封分信 過一點點花 因為我們銷量很少 銷量也不大 兩三封有 我記得有一封傳真 就是說你寫得很好 我到家裡 另外的 我到家裡就寫得很好 不好意思 你幫我名字寫錯了 就是這一種 不太 鼓勵我只記得有一封 其他的人我強迫沒有記得的 應該都是馬尾 可是這個越南報四方報一出來 第一個月 就 有信來 第一個月就有信來 然後我收到就很高興 非常高興 這個是 你看這個是四刊二號 就是四刊一號才出去 四刊二號還沒有發行 這一段 這個一個月中間 我就收到信 這個讀者 他現在已經跑跑外了 這還跟我們在聯絡 我說在這麼多越南人的地方 2006、07的時候 那時候還最多 家庭幫憂還可以請越南人 現在不行 現在不行 現在因為越南才會好 所以台灣禁止 就是 就你家裡如果要請幫憂的話 是不准請越南人 那現在也不准請特律賓人 所以現在所有的家庭 都幾乎都是 你要請新的 大概只能請一年 那當時還有 他們就是說 你看越南人這麼多 外配價外勞大概20萬 在這麼多越南人的地方 是沒有越南文的刊物 他們來這邊打工 或下來會帶來幾種 就大家傳來傳去看就爛掉了 所以當他們看到四方暴 上面寫的是越南文的時候 就可以想像他的幾種 然後 眼淚也自跑出來 就是哭到沒有眼淚 就是很無聊 或者是很沉悶 如果那時候有一份報紙 讓他可以稍微轉換一下心情 也許就會好 我那時候出報其實也有這種感覺 我們一開始出報是選在農 農曆食物 每個月農曆食物的時候 出報 就是報紙要送到大家手上 那 那個當然是 這為的是舉頭望明月 畢頭思故鄉 然後 故鄉沒有那麼容易回去 你就看報紙 就做一個那個異鄉的年級 後來是沒有 後來越南報 因為我們想希望在院內上面上下 那 農曆食物其實大家都不會記得 除非有誰吃素 每個月 不以食物吃素 大家記得 不然那個 我們會計天到很棒 我到底什麼時候要結帳 而且有的時候 一個月有兩個農曆食物 一個國立月有兩個農曆食物 所以 7月1號是農曆食物 7月31號又是農曆食物 然後我們那個帳就會很亂 後來跟便利箱便談 我們就改成1號上帳 你看 再五勝出場 除了一些書信之外 還有畫 我當然挑比較好的畫 你就去翻的話 有一些非常可愛的話 就畫在那個筆記本上 那這個畫 雖然不是很清楚 可是你看得出來 他是畫的 好 是想家的畫 這邊有老師看 這個故鄉 你知道嗎 應該是親愛的故鄉 最愛的故鄉 好 那就可以 可以想家 他畫的就是 越南鄉下 農村的景象 還有這個 這個也是農村 一看就知道是鄉下的景象 不過大家看得懂 上面有幾個字 大家都會先去挑自己看得懂 家鄉下午 家鄉下午 少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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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兩個意思不一樣 所以還有一個家有 那個 我那時候看 我自己看到這一張的時候 我就有點不太懂 這個到底是少媽媽還是少媽媽 少媽媽好像是那個 很年輕結婚懷孕的少媽媽 少媽媽 又是什麼意思 小喬流水 然後小朋友在趕快 他自己就放棄 就看起來是一幅很美好的農村的景象 後來我記得是他們跟我幾次 因為這是越南人 應該是說家鄉下午很美好 但是少了媽媽 媽媽在台灣打光 所以就把那個 很美好的意象變得 其實變得很淒涼 謝謝 那這個應該都是在台灣的媽媽話 就這些媽媽在 我覺得來台灣打工的這些人 或者以後我們有機會出去打工 或者之前有大家出去打工 我覺得那個心情是很複雜 這些媽媽來台灣 或者爸爸也有來台灣 是為了讓他的小朋友有比較好的事 可是呢 小朋友可能想不到那麼多 你在我成長的時候 不在我身邊 同學的媽媽爸爸 下課都會來接他 我就沒有 我是一個沒有媽媽的小孩 沒有到長小孩 所以我小朋友會不高興 可是媽媽爸爸他不出國打工 小朋友又沒錢讀書 所以他就飛出來不可能 我們報紙有一個專 有一個板位是專門放生日快樂 所以你可以寫信來 祝林鳳昌王子生日快樂 祝國慶生日快樂 或者祝自己生日快樂 很多祝自己生日快樂 因為他可能在台灣沒有其他房子 也沒有人會祝他生日快樂 他就自己寫信給我們 站在報紙上 說我哪一天生日能祝我生日快樂 然後把自己電話寫著 歡迎 你希望 你們想祝我生日快樂 跟他打麻煩 我那時候看 除了這種之外 有一些很多 很大量的 是祝 祝我的兒子 十二歲生日快樂 祝我女兒生日快樂 然後上面畫一個蛋糕 或者畫一把吉他 然後我心裡其實就想 這個 我自己沒有小孩 我跟我太子沒有長小生小孩 我想這些做父母 就是很可憐 出國打工 為了想要出國打工 然後還要 還要記得 除了平常 當然會賢 一定會會賢回去 還要在報紙上寫好 祝他們生日快樂 這個真是命 可是後來才 才問了 才知道 他們一定要這樣寫 他這個要 分在報紙上證明 我是有關心你 報紙為證 報紙在越南 在東南亞是不像台灣 台灣的媒體 都沒有什麼公信力 東南亞媒體 不見得報導是真的 可是 可是到此 就媒體是一個比較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弄一個媒體 所以他這個東西 對他來說是很重要 如果畫了 然後寫來 那個我們都會優先登 所以他可能就是要帶回去 或者要寄回去給他的小孩 讓他的小孩可以有一份 我媽媽在很遠的台灣 台灣有助我生日畫了一把吉他在上面 畫一個蛋糕在上面 所以那個天下父母性 我覺得這是很辛苦的東西 好 這次另外一幅也是很經典的話 就是外佣揮著台灣阿嬤 在很漂亮的台灣的公園 然後 可是你看得出來 公園很漂亮 可是兩個人心情都不太好 然後他有 他有一句標題 他的標題是 日復一日 夢來 夢來 你又夢來 放到 沒有 就每天都是這樣子 就雖然公園很漂亮 風景也很好 就是僱主 工作也沒有太辛苦 但是每天都是這樣子 其實 怪不得他臉上表情是這樣子 可是他當然只有花到這部分 如果他推到另外一桶 欸那邊好多同鄉了 什麼 所以我爸爸姐也 也請了一個幫利用在照顧 他極限每天都要出去 很開心 兩個都開心 那些 我們家請的是菲律賓幫 那其他幫他都會 我不知道是虧還是說 讓我爸高興 帥哥來了 我爸就很高興 我爸已經不在人家 好 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 我的報紙的部分 大概就這樣 那 如果有人先去問 我們的收入的話 有部分的廣告 就是我剛剛講 旅行社會的廣告 航空社的廣告 電話卡的廣告 仲介業者沒有廣告 大家都說 欸你們找仲介業者來登廣告 很早以前有一家 他登過 後來就沒有人再登過 那我們也認識仲介的朋友 他們說 他很為難 他覺得我們是好的報紙 可是呢 他如果訂一份報紙給他的外勞看 拿到讀書或讀報會變聰明 所以你的員工太聰明了 你管起來就會很吃 他可以私價自己訂一份 一年兩百四十塊 可是他 我當然希望是公司訂 不是那種大量的訂 那才可以讓我們的營運更好 可是這個案子他不可能說上去 因為對公司來說 這個東西是很尷尬的 我讓我們的 因為我們報紙裡面會寫哪邊投訴啊 就碰到什麼不得利的事情 要怎麼樣 你叫他們拿石頭打自己腳 我覺得也是很可能啊 那我們的營運就是廣告發行 然後申請補助 政府的補助 然後我們會移民主的補助 然後明天單位我們也去申請補助 我們就非常不要連等到處去申請補助 然後keep walking啊 有信義訪問啊 哪裡有獎我們都去申請 而且運氣的都還不錯都會上 我自己拿到了前年的那個 keep walking 圓夢計畫 和百萬獎金 那個獎金拿著也是丟進來 然後去年我們拿到信義訪問 申許一家的首獎 一百萬 可是丟進來就不見了 你知道嗎 一下就不見了 我們那個丟進 申請的項目是我們要印一報上價 我們現在只有越南報在便利商店買 那時候去報告的那個計畫 是我們希望你們支持我們一百萬 不要讓我們的印尼報也上價 其實沒有啦 到現在還沒上 計畫還沒結束 可是我看是上不了 可是這個明天計畫的好處是 其實我覺得就很誠懇 很誠懇 到時候真的上不了 就是告訴你不夠 你要一千萬 因為上價那個量是很 好 而且時機已經錯過了 好 發行 廣告 然後 派送 派送就是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OK和萊爾夫 是買得到我們的 全台灣的OK萊爾夫 買到我們的越南文化 那其他的版本 就只有在 像這種特殊的地方 而且 不太 有在賣的嗎 有啊 他有 我那時候有跟全省 我比較認識的 讀書店的幫忙 因為這個其實是一個 不是社運的理念 那有些東南亞大貨店會 回顧它 然後我們也 碰到很多好心的企業家 像今年我們就有一個企業家 支持我們 他訂福根語言的報紙 送到全台灣所有的鄉鎮市 圖書館 所以現在圖書館是有的 雖然可能沒有人去看 可是 代表是有這個東西 那也許哪一個 因為其實台灣圖書館也很希望 這些外配可以帶小朋友進圖書館 可是 可是沒有一個門檻 就是有一個門檻 進來的時候都看不懂 那我幹嘛進來 所以開始要有東西 可是只有一份報紙或只有幾本書 又還不足以吸引他們進來 所以那個過程很漫長 可是就慢慢做 那 報紙的部分是這樣 那其實我們是做很多很多其他的活動 就像宇波信這樣 書店其實他都沒有認真 我今天來進來裡面有人 我就很驚訝 我先幾次來就是來 然後這邊書店 門都沒開 然後打電話給他 那個鑰匙藏在哪裡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有沒有換地方 那 對 我覺得那個意義是 就我自己也不認為媒體是怎麼樣 媒體 媒體人很了不起嗎 或記者是滅亡嗎 我覺得都未必 那 就我們有 我們有 對這個社會 或對這個 對這個環境 認為 就想要改變 那剛好站在這個位置上 有媒體 然後媒體呢 就可以在 透過媒體再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比如說我們做畫展 剛前面那些畫 我們把它表方表起來 所以在各大學 然後一些 一些文化中心 就有人願意來展 有人願意提供場地 然後 或者就自己出錢把它運去 我們就免費提供讓它做展覽 那我希望 我覺得那些畫 是比較可以打動 打動台灣人 看畫筆 看字要有力的 你看到《四方報》 你就覺得很緊張 不知道是什麼 你也不會去讀他的心情 即使我們有一些文章 我們是有全文翻譯的 所以我們覺得這篇文章 他講他為什麼逃跑 因為老闆怎麼樣 所以他逃跑 逃跑什麼 我們這些文章就會翻譯出來 我們希望台灣的故事 可以理解逃跑外勞的心情 可是因為他放在一整份裡面 所以其實你可能看不到 可是如果是畫的話 比較可以 沒有合和可以看到 那全省在巡核 我們也善用了政黨的力量 今年年初的時候 政黨現在都要來搶新移民選票 去年年底 今年年初的時候 一起來喔 就是國民黨和民進黨都來找我們 說他們想為新移民做一些事情 可是不知道要做什麼 也很可愛 說不知道要做什麼 他們也有錢 可是錢要丟到哪裡才划算 那他的意思知道 我們就 我們非常公平的 都告訴他們可以去畫做畫展 所以我們那個畫就兩邊都給 他們就提供場地 他們去弄場地 國民黨的場地其實就很高 在那個中央黨部大樓的大樓 國父遺向的 我還特別寫一篇文 其實聖中山當年是武術共和 其實我們就是繼承 我們發揚了你們聖中山的理念 你們可能都還沒有活做 那台北市 民進黨台北市黨部剛好來來找我們 那個很兇的那個叫什麼 莊瑞熊 他下面的人來找我們 然後他們也很棒 他幫我們找到了台北捷運站裡面的藝廊 那個藝廊一排到排一年了 結果我們 找到 十一月了 這很厲害 他是 所以越來越找我們都 然後二月過年 我們就說 大概過年的時候 二月就真的 我不知道他怎麼插隊 或者是他感動了 火車站 因為那些朋友們是在火車站活動會比較多 那他去談的 我們也不能要求 不用談到捷運局的 捷運那個東區捷運地下 我們就覺得極致了 十一元 很厲害 那我們就很高興 我不知道看的人有多少 但是我覺得那個意義是還滿大的 那也許真的有人看到 或者那邊的外省勞工經過的時候看到 哇這邊竟然有畫我們家鄉的 我相信有一些人會有一點 然後那個畫盤就 就全省巡迴在展 那外國小計畫是我們做的另外一個 比較偏教育的計畫 那現在各中小學都在教 都在教多元文化 我不知道在座有沒有跟多元文化 可是 那多元文化主要目的就是 東南亞 台灣現在非常非常做東南亞的母親 古籍是東南亞的母親 可是老師要怎麼教多元文化 能夠像林洪常老師這樣子 這麼厲害一天都很跑東南亞的 被東南亞這麼了解的 是非常非常有限 所以我們希望再去創造一種 狀況是讓台灣的老師 真的去體會東南亞 了解東南亞 了解新移民 然後回來 當你在交東南亞的時候 你才不會說 你也蠻忍的 才不會說出一些不太好的話 所以我們又找到另外一個好心的企業家 所以企業家很多是很好心的 那個余過信給我的概念 那勇敢就跟他們拿去 所以你有好計畫就告訴他們 其實就是有一些人他很會賺錢 所以我們就找了那筆錢 我們現在就是找一個台灣老師 找他班上的一個小朋友 新移民二代小朋友 和那個小朋友的媽媽 我們送他們 也可以送 我們出錢 送他們回到 越南或印尼 或菲律賓的鄉下 去住20天 然後 讓這個老師體會 因為當地生活到底是什麼樣子 什麼是多元很好 讓那個媽媽 在台灣可能她是弱勢 可是她到那邊她變成地頭神 她回到她 她回到她成長的地方 在這個地方她講話才算數 而且因為只有她會越南 我們和中國人 老師是啞巴 那個家鄉的人不會中文 所以都要透過她的翻譯 她變得非常非常強 她是文化大師 然後那個小朋友 也是我們非常期待 就是 其實小朋友是眼睛是雪亮的 她在台灣 她看得到她媽媽的社會地位 是怎麼樣 所以很多台灣小朋友 是不願意承認自己是 是 如果她媽媽是德國人 那可能很高興 我媽媽是德國人 很容易來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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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要回答你 可是很多 我們聽到很多小朋友 是不願意講的 媽媽是越南人 可是如果她當 如果她這個小朋友有機會 請來 跟著這一組回去 看到我的老師都跟著我媽媽一起回去 而且我老師都聽我媽媽的 表示越南還不錯 越南有得取之處 然後她跟她媽媽也變得有一些 有一些交流的機會 那 報紙大概講 我們做的事情 畫展啊 外國小計畫 剛剛講的 結果本來有一段還蠻感人的事情 給我們第一次的 第一次去的 那一組 那 去年也辦了一次 去年也是 去年是兩個小朋友 兩個小女生去 五六年級的小女生跟著老師 然後去了兩個家庭 那個兩個小女生是不同家庭 他們其實都不太想回越南 是那個老師很想參加 然後那個年輕的老師 她是背包客 剛當老師 就非常熱情的老師 然後 叫那兩個小女生說 陪老師一起去嘛好不好 然後她就去 然後去了兩個媽媽的家 就是一個媽媽家住十天 另外一個媽媽家住十天 一個外國家住十天 另外一個外國家住十天 他們回來的時候 我們就問一些 問他們 去的感想怎麼樣 問小女生 那個 小五生小六的女生就說 嗯 她的感想就是啊 我媽媽 回去也變得好三八 我媽媽變三八了 我想說這什麼意思 變開心變活潑了 對 她說她媽媽一直在笑 一直開玩笑 一直 很三八很溫 打屁了 會跟她哈拉 後來我們再確認一下 那個媽媽在台灣是單親媽媽 就是她 那個媽媽就帶那個小女孩 她是單親媽媽 打兩分公斤 所以其實你可以想像 她在台灣怎麼 怎麼會閃發 她不會閃發 非常嚴肅 我一天打兩分公 下班回家看到小孩的時候 跟我寫了沒有 洗澡 洗完吃飯趕快睡覺 大概 也只能講這些話 也很難 有機會跟她哈拉閃發 所以這個小女生回來 跟我們這樣講 她覺得媽媽變三八了 我們理解了那個前面的過程 就覺得這個 這個 我剛剛前面講一堆計畫 希望這個老師變得怎麼樣 希望媽媽怎麼樣 可是我覺得 如果可以讓這個小女生 小孩子看到媽媽變三八 看到媽媽有三八的那個樣子 我覺得就非常非常值 那他們也許就會 我覺得母女關係也會改善 可是他們有了共同的經驗 這個小女生知道了 越南長什麼樣子 知道媽媽從前是在這個過程 那書就是我們那時候 有沒有要幫她賣書啊 書反正 我們就希望找一些很 呃 我們第一本是出逃 逃跑外勞 那因為我們自己是媒體 其實很清楚 你電視上一天都晚有 逃跑外勞的新聞 可是你沒有看過任何一個 你沒有看過任何一個媒體 問逃跑外勞為什麼要逃跑 所有的媒體 就是會報導 今天抓到五個逃跑外勞 今天有三個逃跑外勞 啊這個色情軍團 都是逃跑外勞在做 就拿誰有空 或者誰有能力去問他們 為什麼要逃跑 你好好的工作做為什麼要逃跑 其實那一方面 我們媒體的競爭非常激烈 或者很片段 其實最難 其實最大的原因是 因為很難採訪 大家都很怕怕 他用人不會講 他用中文講聽不懂 所以 反正就聽警方講 聽台灣副主講 聽台灣副主講 那是我們自己的 所以我們就聽台灣人怎麼說 這幾個壞啊打架啊 可是你有真的去問過他們 尤其是逃跑 為什麼逃跑 結果我們後來報紙上開了一個專欄 是逃 請大家投稿 我剛前面 前面不是有一個草雲 先給我們第一封信的那個人 他後來就逃跑 他的逃跑其實對我還蠻有衝擊 這是我認識 他是我認識的第一門逃跑過來 現在我認識很多 不知道為什麼要逃 那工作 是工作太累嗎 還是什麼什麼 後來我總結了一些 工作累當然是一個 有的是工作非常吃力 你知道我們認識 他一個人是 打掃 他說兩間還三間透片處 台灣人有的很省 就是請來一個人就 就這樣 如果已經有請一個外勞 一定是黃曉書房啊 去那裡射啊 通通被他打掃 他很窮啊 他就總統一湊出 湊出15840 一定是這樣 充分把他使用到 也不能怪這個事情 因為他可能也 也明確沒錢 但是那個 他就是一個人而已 他需要休息 所以這種狀況他可能就會跑 那另外一種其實最多的狀況是 累 累 像當兵一樣 累不怕累 不怕苦 累沒關係 可是怕是老闆不要聘 要把你file掉 那不像我們 台灣人這邊file掉 我還可以領事業究極 還可以去找這個工作 他們這邊file掉 如果沒有馬上找到工作的話 他要回顧 可是他來之前是已經借了很多錢 是那時候最多的聽過是 七千美 七千八千美金 二十幾萬 那你想想他不是 八十幾萬 二十幾萬 他就是一個很窮的家庭 他又欠二十幾萬來 他就希望在這邊可以把這個 欠款先還掉 然後再賺多的錢 然後才可以便宜的錢 所以如果他在還沒有賺夠錢之前 就被file掉 那就是雪上加霜 那他就怎麼有可能把他掉 所以如果老闆要file他 他就先下手 然後就跑 那還有其他種種狀況 比如說是騙 那有一些壞的仲介 或者他的壞的朋友 騙他出來 這邊有好工作 結果騙出來就推出總科 那有一些 就種種狀況 逃跑有很多很多禮 有的就是我想出去玩 他就不太在乎 他就跑了 那跑走當然對台灣的故事 是狀況很大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 那一個專欄 還搞非常豐富 最後自己也出了這本書 那個書其實寫得還 文字不會特別好 他們也不是作家 那我們翻譯 警示報幫我們出 那還活得不錯的好 後來去 今年 今年我們就出一本禮 就是我們 我們其實都會笑自己 就是有點越走越偏離 好專業 就是台灣 其實也流行一種說法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這些人 不管是中國大陸的 還是東南洋 來就是為了騙身分證 騙完身分證就離婚 可是 同樣的話 你會去跟台灣女生講 你嫁給我就是為了 沒有 可能因為沒有身分證的問題 可是他如果有了身分證 離婚不是就他的權利嗎 那你如果知道這樣子 你當初就不要 就你要預防 你當初就不要這樣做啊 還包括他為什麼要離婚 因為其實很多去尤其許越南 越南是比台灣要傳統的多的地方 那個架孤 架基隨機架回隨狗 就是 家裡的男人 就是 從 從 從夫從子的那種概念 我覺得 比台灣要 要 不算原始 還是 保存了那個 漢文化裡面 最不堪的 我覺得是不太好的地方 所以他為什麼會要離 很多 所以我們希望他講 就是我 我也不算 我講也不算數 可是我不希望那個說法變得很統一的 台灣就是 我們台灣很好 所以這些人都是來搶我們的 什麼 那離婚可能是被打 老公覺得不負責 喝酒啊 等等等等 所以他 決定用離婚的方式來 逃離這個地方 我不覺得我們 除非我們就以後規定不準確 大家都不準確 可是我們的法律是准許離婚的 那只要兩院或者法院判決可以離婚 就應該可以 所以我們希望把那些故事 奪列出來 有興趣的 就讀一下 不要用 一般的那種 不太友善的說法 就為了身分證來 然後身分證來 每一個故事 就每一個不慶的故事 其實都 後面都是有故事 我剛剛講物語學堂 物語學堂快要結束了 那個金主要收 另外一個好朋友 他租了一間教室 他就有一間教室 有一個相補習班 有四間教室 然後他本來 他就是怎麼說 他租了那個地方之後 本來想開韓語補習班 韓國語補習班 他本來就是開韓語補習班 發財 然後他是我從前的公讀生 然後從前 我在力豹當業務的一個主管的時候 他是我的公讀生 大衣的喬生 喬生都很厲害 我喬生 然後來做一做一些 因為力豹總要很難拉 然後開始走 竟然後來 他現在發達 回過之後來 這個 這算什麼 衣錦董歸嗎 就回來 就說 來張總 那個 好 什麼需要幫忙 我本來想說 不用拉 你做韓語補習班 我是做東南亞 他就說 最近租了一間教室 是沒有要用的 那開韓斯方 不知道有沒有可以用的 在市大陸 台北的捷運 市大陸 是非常好的地方 捷運站一出來就有效 我想 那個地方真的是很好 因為我們在新店 還是有點便利 可是那麼好的地方 我在那裡要做什麼 後來就討論半天 我就可以做補習班 沒有 那時候我還不太相信 就是 我很忙 他跑來一直跟我爐 後來最後他是說 那不然鑰匙就先留點 我說 鑰匙真的很好 所以我突然在台北市中心 有了一間房子 然後就去看 才看到那個地方 的確是非常交通便利的地方 然後有四間大 四間一班 大概像這樣的教室 就大好可以上課用 所以後來我們討論出一個辦法是 我們就開所謂的五語學堂 五根語言的學堂 後來變成五語加N學堂 因為不知道 我們後來開了七根語言 那個就是他出錢 他很不錯啦 他出了那個場地又出經費 然後我找老師 那那個目的是找一些 不太有教學經驗的 東南洋的同學 外配留學生 因為那個金主他自己是留學生 他是香港來台灣的 當年在台灣很欺負 可能不太愉快 可是他說的欺負好像都是追你 我追不到的 這樣其實也不太生氣 所以我們就找了我們的報社編譯 然後找了一些學生 我就強迫他們去教 又給錢 錢就是這個金主給錢 給他們車馬費 就是教學的費用 那來上課的台灣人不收錢 免費 因為一收錢就麻煩 一收錢就要去立案 然後我們的老師其實也 老實說也還不合作 我們的老師 像我們報告編譯 你會翻譯可是你不見得會教書 你會一對一家教 你不見得會一對十家教 那一對十上課 所以我們那時候的務必是培養他們 讓他們變成一個老師 那那個案子到現在 到下個月剛好一年 那他那個房子租約就到了 那他不準備去 所以我現在也是看 其實嘉義也可以啊 這邊也會開一個武語學堂的 然後嘉義很不錯 或者就趕緊要紅牙學堂 那就我請你出一點錢 謝謝 你很難齁 就一個小時 我們給他們250還是300 就是低於行情的價格 台北那種舊國團 教越南話 教泰文 我聽說大概是400到500這個價格 那剛剛看老師的大牌中牌小牌 大概是450這樣 那我們就 因為他也沒有真的那麼多請 所以我們那時候商量的是250 我覺得是300 就請一個 你250、300請不到一個真正很好的老師 你可以請一個 你覺得他有興趣 他願意來試試看 自己試試看行教材 這一次 越南配偶 或是印尼配偶 或是泰國 尤其泰國 泰國 好多台灣人喜歡學泰國 明天還來這邊上課 然後免費招生 然後我就很多台灣人來上課 我就給這個老師一個機會 也給這些台灣人一個機會 讓他有機會去 稍微多認識一點東南文 我覺得多認識一點之後 你就可能會發現 就像我當初念東南 你會破除掉你的刻板印象 你不要以為泰國全部都是人藥 人藥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或者他為什麼會發展出 所謂變性別人的這個文化 他對於性別的概念也是 越南的越戰長就結束了 然後他們也講霸文 很多人都以 到現在還在跟我說越南講霸文 你會嗎 就我覺得台灣對東南亞的理解太 太不行了太差了 那我覺得這個學堂是一個機會 因為台灣人太愛學育了 即使學不好還是愛學 那我覺得的確是 紅雅還是紅雅書房複設學堂 然後開 然後這邊附近找這個 紅雅族女 然後台灣每次上課 你會出來強迫推教書 這樣應該還是可以回覆 然後 就我們做的這個事情 然後我覺得這個已經發展起來了 我們也做了一個網站 就是那個報名的網站 用Google那種一個網站 你也很報名啊 你又不能去上課 因為他好像是需要一個 就是你要一個 就是一個收據是 譬如說你是慈善的收據 你才可以去上這個課 我們現在是在改了 因為大家都賣皮 本來就是說 你捐款給一個社運團體 然後你拿收據就可以來 你可以上課 然後來 或者捐書大家就亂七八糟 最後 是讓大家 你來上課 你要報名 就是 你要寫 初級班你要寫200字 你為什麼要選這個語 然後進階班你要寫500字 你為什麼要選這個語 就隨便寫 其實反正這設一個門檻 就是 你為什麼要選呢 這個頒請 你為什麼要選擇 就這樣 總共來選擇 太空兜 他好嗎 你為什麼要選擇 他好呢 他好嗎 你為什麼要選擇